那我们整理出来 就是说 在文物馆 我们觉得是说 它最终的目的 还是要有 具有教育的作用 但是在这个教育作用里面 如何让进来的人 他能吸收 所以我们觉得说 应该是要把 变成这个东西 具有那个 那个 教育性 还有那个 启发性 甚至要把一些的 娱乐性要加在里面 总共我们分了这个五项 第一项 我们的目标就是说 以当地的一个文物馆来看 要以当地的生活文化 要做结合 那 在结合里面 要具备有教育性 而且这个教育性 是要正确的 我们所收集的资料 不要因为说 因为它 为了要迎合这个娱乐性 就把 把收集的正确资料 就变成那个 错误的 那变成人家 人家来这边 他看到的是 原来是错误的 不要因为 为了要迎合娱乐性 就把那个正确的资讯 是错误传达的 那再次最重要 就是说 当人家进来 让他除了有学到东西 最重要就是他能出去的时候 他能带一个快乐的心情 他有愉快的心情 才离开这边 所以 这是最终的目标 那 有目标 那就要有执行 那执行 它有分两个阶段 一个是阶段性 跟跨领域性的部分 那 这一次我在讨论 那有学有谈到 他们觉得说 在这个整个 来说娱乐 叫娱乐 是 结合起来 是非常非常困难 就把它当成一个愿景 那执行之后呢 其实它有一个阶段性 把这个娱乐办 最终的目的 那我们可以就是先初步 有一个阶段性的去执行 才能达到这个 比较娱乐的这个目标上面 那 第三个 呈现的方式 既然它是要吸引 那个 这个东西能吸引这个 那个 这个东西能吸引 所以 这个 我们就 跑路 有些就提出来 应该呈现的方式 有吸取性的 有 那个 有 这个 乐团性的 还有 这个 体验性的 实作性的 甚至 应该要更结合 现在的那个 自信设备 因为我其中一个主缘 他是做那个 数位的东西 他觉得说如果把这个 数位的东西 结合在这个地方的文物馆上面 去呈现的效果是非常好 那 第四 第四个 所需的支援 那其实我们在讨论 这边 谈到这一项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共通的那个 结论 就是说 不管在怎么样 在小 我们在以小管的立场来看 不管在怎么样 所以 我们需要最大的资源 以小管来讲 是 就是要专业的人士 那 因为地方管 以社区来讲 他的 能力 能力的配置上面 在文史上 可能有 一般的文史 教基督应该是有 但是要如何 变成一个 具有娱乐性的 具有娱乐性的 这个效果 是一定要背后 有一个专业人士 在推动 或者协助 在这个所需资源上面 就是 最大的 就是在这个专业人员 这部分 那最后一项 就是策略部分 策略部分 就是 设计不同 设计各类不同的 活动方案 每一个 这个 娱乐这个方案 他 他前面讲到 就是说 他有牵扯到 这个年金承关系 那今天来 来的那个人员 他是有 有国小 那我们有 国小的方式呈现 那今天是大人 那我们就 用大人的方式呈现 那 但是 或者说 他根本对这个文化 跟这个地区 根本不熟悉的 那我们应该也要 用另外的 那个方式 来呈现 那 这就是 这个 我们小组里面 今天跑路的这个东西 以上 谢谢